1. 。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Lunson 最近我們講到OMT調色 讓你們這些宅男宅女都有陽光的一面 然後最後原本我講這一期要教你們三棒調色法 但是! 配合MCO的來臨 我相信很多POKITE已經開始出門了 整個幾千年沒有吸過Corona 這樣出到去死命C MCO的這兩個月來 即使你們再想死啊 Shit! 不對! 即使你們再想清淨大自然 吸收新鮮氧氣、陽光、養分 成為茁壯的植物人 把這邊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戴口罩 請洗手 OK 我們回歸重點 MCO的這兩個月來 我們的空氣乾淨了很多 基本上都看到白雲了 啊! 這個時候最適合什麼? 最適合就是接拍啦! 接拍最重要是什麼? 相機? 不是 地點? 不是 不然是什麼 你再想想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影片 喔!我知道了 調色最重要是不是 聰明如我智商250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我好? 你是不是沒有看過OMT焦缺的開頭? 我講過最重要是 照片的本質 調色是旗幟 哈囉! 你現在跟我去看個20遍才回來我跟你講 所以什麼是最重要的? 當然是小姐姐啦! 還要是小清新可愛的小姐姐 不然你以為我為什麼要做這個視頻 這期我要教大家的就是 日本小清新調色法 啊! 根據我對日本影視片的了解 我相信我自己絕對可以很好的把日系這個字發揮到淋漓盡致 不然你是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長的短的 啊!我沒有頭髮 這個條字都可以讓你變成這條街 最靚的窄 讓你從廣場大媽變成可愛小妹妹 讓你從精神小夥變成中央空調 影片的最後會告訴你如何得到這一期的Preset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 我們現在就開始 這次既然是福利系列 我們就必須拿出真正的福利 不再是什麼烤乳豬 不再是水桶一樣 這次是創三的小姐姐們 是奶奶真耐性 我絕對沒有私心 純粹給大家一點福利 真的 如果我有私心 明天早上馬上有sex pack 回歸正題 你可以直接套用我的Preset 這次的Preset真的是萬人 基本上我套去其他照片 都可以馬上直接輸出 不過我相信五歲抬頭的你們 不會那麼沒有骨氣 所以大家就嘗試自己調一下啦 一開始還是那個步驟 先簡單的color correct一下 日本小青星調色有一個特點 他們喜歡有一點曝光 但卻又是優美的曝光 有一點像是丁達爾效應 說是曝光 不過還是會保留高光細節 所以這次就算有天空 我們都不會拉低highlight 首先contrast拉高20 把人物主角突出 之後shadow也調高20 讓暗部亮度提高 之後black調至40 雖然就有一個感覺過爆 但是卻又沒有違和感 之後去到curve 下面一樣拉到三分之一 最上面拉到一半 然後拉去左邊一點點 之後對準血線的第二格 加一個點拉上去 不明白我講什麼 就看這圖拉一樣的就可以了 這個步驟的目的 一樣是為了過爆 接下來是調色部分 既然都是美女了 當然要讓顏色鮮艷起來 讓小姐姐直接level up 變女神 vibrance拉到大概50 saturation拉到20 啊 女神氣息已經50%錄定了 之後就是本次調色的第一個靈魂 去到max的部分 接下來調色有點複雜 並非你們這些凡夫俗子能會的 所以這次建議copycat 探索我會list給大家 大家跟著輸入就可以了 當然上一集傳送給你們的joystick 你們也可以在有系列你們覺得saturation 或者不對hue的地方進行微微調整 比如說有時候植物會過黃 你就可以調一下hue和saturation處理 接下來第二個靈魂 讓這個調色增添滿滿的元氣少於fuel 去到1秒調色區 highlight289saturation10 shadow80saturation10 balanceFound10 你看到我影片裡面的參數有點不對 跟著我剛剛講的條 不要看video裡面傻咪的我 之後基本上完成了 這次我們就不加五毛錢特效 畢竟是女神 這些特效對他們來講太chip了 texture拉到大概20 calarity-10 dehaze-10 so 簡單的元氣少女調色就出來了 oh my god 我太喜歡這次調色了 美女加大神絕配了 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醜小鴨 這是醜人罷了嗎 誒誒 相信我 只要你肯努力 醜鴨子變成普通鴨子 看你們這種不該不用多久 要出去fad了的啦 有趣旅行就不用怕沒有照片post了 就算你是可以要交給啦 Edit一下 人家都以為你在日本的櫻花街啊 說要的什麼 趕快收藏起來啦 必要神拿出來跟著Edit一下就可以聊 如果你想要得到這一期的Preset 收藏加分享這個post去你的story 記得tag我 我會把這個影片放在YouTube那邊 Preset連結就在Description那邊 有信息的話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啦 最後一定要Follow我啊 我是Rosen 我們CIC再見 掰掰